他這個禮盒滿滿都是 說一座山市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禮盒草皮有啦 禮盒榻榻米也有 因為他真的基本上就不能走了嘛 那你會怎麼樣來說明 照德律來說 有人替他解釋說 這是他要送人的啦 可是如果要送人 他就是要一樣的東西 不然大家會輕鬆 所以這是他收一架的嘛 收一架 當然傅君子有解釋啦 因為以前他有看到他爸爸 他爸爸跟他說 說以後人家送禮一架 人出去 他沒有說東西啦 所以他可能東西有流下來 叫那個人出去 但是他這個倒下來 我上次看到是因為他地上都是零錢 所以網友還蠻惡意 你想像這桌布 我跟他們放兩樣大陸 不能跟他們講相比 他地上是一堆零錢啦 對 代表他有在收集零錢 還是怎麼樣啦 就是說這個零錢 有什麼都零錢 可能是他的敵公 然後這一些我們都只看到袋子 像那比較貴的這個什麼茶的那些袋子 什麼比較好的這個酒 這個就是我們三十五年的 那些都欺負而已 那裡面其實沒有酒 這主要是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 做九年的縣長都沒有領薪水 我一千四百多萬 我通通都沒有理 的確從傅崑奇跟徐珍衛的財產申報 看得出來 他們的確欠債很多 為什麼會欠債 因為房貸 他在台北也買了房子 所以他的貸款大概是七千多萬 可是他在沒有這個收入的狀況底下 因為他薪水他都不拿嘛 一千四百多萬他都不拿 他沒有收入的狀況底下 每年是可以還房貸的 每年是要還六百多萬的房貸 不是 是不用還六百多萬 但他可以還到六百多萬 他就比較多 就是你總是要多還一點 包括這個 可是我薪水都捐出去了 還可以還六百多萬 所以你知道PTT上面 也都一直在討論說 這個故事真的是蠻勵志的 也希望說副委員是不是也可以 教教大家 對啊 你都沒有正常的 大家願意給你的薪水 你都不領 然後你這邊卻可以付出 這麼多的錢去做還款房貸 然後幾年下來 他現在房貸也還了兩三千萬 也是蠻厲害的 最新的財產申報 2022年10月份 他的債務只剩下五千三百萬 而且他存款是持續往上 因為他2014年的時候 存款只有87萬 但是去2022年的存款 已經到820萬 就是說一方面 我有在累積我的現金存款 然後我的財務又減少了 然後我又沒有零薪水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神奇的 勵志故事嗎 這個最近非常的 引起廣大的討論 不過呢 這個俗稱禮盒山的地方 禮盒山 因為他實在是禮盒太多了 這已經不見了 但是大家都該備份的 川哥我要請教的是 因為我有看到你在週末上節目的時候 你解釋 你說倒下來 也水都沒有溢出來 而且還有很多地方 如果仔細看 因為他那個畫面是動態的 所以接下來是稍微沒有辦法看 來 這什麼 零工對不對 有一些零錢 你說一筆 如果是一筆的 我就是十萬嘛 所以有一些零錢 然後有倒掉的這些東西 你有幫他做一個進一步的解釋 不知道這兩天你想一想 還有沒有什麼新的解釋 我們聽聽看傅崑奇怎麼說 傅崑奇說 他的一生就是這麼光明跟慷慨 他說他九年的花蓮縣長 一千四百多萬的薪水 全部都捐出去 他沒領一千五銀 他個人的慈善基金會 你的個人慈善基金會 從來不接受私人的捐款 你錢是從哪裡來對不對 所以呢 他是要借這個東西來證明 我當縣長 我是沒有領薪水的 那大家又回去看 他這一個禮盒滿滿都是 說一做三四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禮盒草皮有 禮盒榻榻米也有 因為他真的 基本上就不能走了 那你會怎麼樣來說明 照著你來說 有人替他解釋說 這是要送人的 可是如果要送人 應該是要同樣東西 不然大家會輕鬆 我送這個德國 送那個 你送我三十五年的沒關係 送十七年 我欣然接受 送不一樣大家會輕鬆嘛 對啊 憑什麼我也要三十五年 現場只有三十五年 所以這是收一架的 收一架 當然傅君旗有解釋 因為以前他有看到 他爸爸他爸爸跟他講 說以後人家送禮一架 人出去 人出去 他沒說東西 所以他可能東西有漏下來 叫那個人出去 但是他這個倒下來 我上次看到是因為 他地上都是零錢 所以網友還蠻惡意 你想我們這桌布 我跟他放 錄影大陸 可以跟他講相比 他地上是一堆零錢 對 代表他有在收集零錢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 這個零錢 有什麼都零錢 你比較好的這個酒 這個瑞德哥 這就是我們三十五年的 那些都是欠子而已 那裡面其實沒有酒 這主要是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 不然照著你下來 他們自己說 股票都溜了 股票都溜了 他的股票都沒有溜了 所以背部應該是都空的 但是傅君旗PO這個 我是不太懂他為什麼要PO這個 PO了之後 本來是要討拍 PO了之後說 我去住民宿 問題是你一棟是9.5層樓 旁邊還有一棟三層樓 白色的 白色的 那也是在交代人吃飯的地方 反正你們家的空間很大 你們小孩住在裡面 我知道 問題是說你家的人數 其實也沒那麼多 沒有必要 我跟你講這一次他們夫妻的 這個救災政治學 弄得很差 教德你應該都要醜眉苦臉 劈頭散髮 然後坐鎮在那個現場 其實他們兩個在現場的時間不多 因為我長暗期我也沒看到他們 長暗期我們在公務人員 記者大家都坐都很疼的 因為好幾天了 對 大家都很疼 我想說這要拆到當時 我也沒看到 今天早上他們出場出來開記者會 徐政委也是中午才到 這一次他們在表現的出來 感覺說 到底你們在幹嘛 然後叫人家捐錢 然後捐了錢也不知道花到哪裡去 才會導致我們剛剛講那個 捐款的那些問題 衍生出來 現在大家對花蓮 管政府沒什麼信心 我補充一下 那麼其實 傅坤其本來 PO這個引帶是要討拍 那其實我倒覺得 他跟他媽一樣對不對 花蓮市長徐政委 你如果事情說得清楚就好 為什麼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不會霸瓶 不會霸瓶怎麼可能倒了 全部都倒到沒有地方睡覺 因為他說半夜回去 沒有辦法睡覺 早上去睡民宿嘛 其實你像徐政委 把他講出來就好 引帶水他失去 沒水 沒水你就說出來就好了 你說你怎麼沒水啊 沒水之後 沒辦法沖買湯 沒辦法做什麼 所以只好去住民宿就好嘛